哈囉大家好,我是葉庭老師 今天這集比較特別一點 一年前我拍了一個影片 來分析最佳停止理論 它是一個理論教大家怎麼找到自己的命中情人 那我覺得它也很適合放在這個頻道跟大家分享 所以接下來就讓大家欣賞我一年前拍的作品 那大家覺得有趣有意思的也在底下留個言 那我主要是想說回味一下 因為畢竟這個影片放在裡面放很久了 那好像也沒有人會看 所以我現在就把它放到這個頻道裡面 好那我們就開始欣賞吧 嗨大家好我是葉庭 在這厭世的夜晚中 有一位朋友傳訊息和我說他失戀了 問我是不是這輩子都再也找不到最適合自己的命中情人了呢 那正所謂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不如白亂 白亂不如來本頻道收看 我們今天這集就要教大家如何用最科學的方式 來找到屬於自己的命中情人 好葉庭我呢其實想做小丘這系列很久了 這是第一集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們進入正題吧 這個方法叫做最佳停止理論 你的一輩子這麼長 在茫茫的人海中 你會遇到非常多的對象 那每當你分手遇到下一個對象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比較 欸這個對象是不是比上個對象還好 或是比上個對象差呢 那時光不等人 歲月青春不斷的在流逝 你非常著急啊 我這次遇到的這個人 他沒有比之前遇過的某個人還要好 但是他也不差 我該跟他結婚嗎 他會是我最後選擇的對象嗎 欸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做選擇的話 不妨試試看最佳停止理論 最佳停止理論告訴我們 在你尋覓對象的這段期間內 前37%的時間遇到的對象 你都應該忽略掉 並且在你這37%時間過後 遇到的第一個 比前37%中最好的人 還要好的對象 那他就會是你命中注定最好的對象 那當然37%這個數字 是依據統計的方法算出來的 他可能會因為你選擇期間的長短 而有所變化 如果你的時間越短 他會從37%越接近40% 那他是微積分積出來的 37%的由來是1分之1 1就是我們的歐拉數 那我們做個案例練習吧 假設你從15歲開始找對象 那你預計你要尋找到80歲 那你尋找的期間就是65年 那在這65年內 65年的37% 也就是我們的24年 也就是說從15歲開始 經過了24年 這段期間你所遇到的對象 你都不會讓他成為你最後選擇的對象 但是你會知道在這24年當中 會遇到一個最好的對象 那在24年過後 接下來遇到的對象 是比前24年當中最好的對象 還要好的對象 那他就會是你的命中情人 好那我們再試試看第二個例子 如果你覺得尋找到80歲 太不切實際了 那我們試試看 從15歲尋找到40歲好了 假設你從15歲開始到40歲 這25年是你總共想要尋找對象的時間 那因為我們說過時間越短 這個37%會越接近於40% 所以我們算40%好了 25年的40%是10年 也就是說從你15歲開始 接下來的10年所遇到的對象 都不會是你命中注定的對象 而是你用來篩選的對象 也就是說在你這10年期間內 遇到最好的對象是一個標準 在你10年過後遇到的對象當中 如果有一個比這個標準對象還好的 那他就會是你命中注定的對象 好 最佳停止理論大概在這裡 它的原型是一個秘書問題 有興趣的可以Google看看秘書問題是什麼 它當然有很多的變形 好那最後葉體要在這邊提醒大家 這是一個用科學理論 來尋找最佳停止時機 而取得最大利益的方式 它是有風險的 假設你在這漫長的一生當中 前37%的時間內 就已經出現你這一生當中最好的對象了 這個時候你就會明白 37%的時間過後 不會再有這一生裡面最好的對象了 這就是這個理論的風險所在 今天這集的葉體小教室 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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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